中共军机频繁地洗扰台湾空域 也加大对南海的常态性军事活动 国安局在今天在立法院的专案报告上 证实在3月上旬确实有共机在南海坠海 但是对于细节由于试涉勤资来源 国安局长陈明通不愿意多做说明 而至于被问到说乌俄战争还会打多久呢 陈明通就表示了半个月到一个月 应该会有初步结果 共机不断侵扰台湾空域 在台海跟印太区域构成严重威胁 而日前一名长期关注南海军事动态的 越南军事记者在推特上爆料 这个月1号下午一架 中共运发反潜机在海南岛三亚市西南海域失联 反潜机疑似坠海 中共军方紧接着宣布 3月1号跟2号南海实施演习 遭指引用演习名义掩护搜救行动 我会不会试一下再跟委员进一步说明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 你目前试一下再跟委员进一步说明 OK 了解 所以你现在 因为有些涉及情资的来源 而中国海南海事局4号也发声明表示 到15号之间会有军事演习 涉及敏感的情报 国安局长陈明通不好多说 但也没有否认 因为根据国安局的专案报告 首度证实共机3月上旬 在海南发生坠海意外 对岸选在附近海域发布禁航区从事搜救军事训练 难道是趁全球聚焦乌尔战争降低关注南海之际测试美国等大国的比线吗 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国安单位如何评估结束时间 近期会不会就有结果出来 我想这种事情对普丁来讲也没办法拖太久 所以我想半个月或一个月 应该就有结果 应该会有一些月初步 无论战争顺息万变 陈明通话说的这么有信心 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记者学位 廖星宇台北报道